那其实也不仅仅是三星堆在全国现存的众都考古的遗迹中 经常可以看到精美的祭祀的器物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举行祭祀活动呢 他们又为什么要极尽工艺的打造精良的祭祀器物呢 他就是认为万物都有灵 因为人那会认为我有感觉 那么其他东西都有感觉 动物 人物 植物 那么所以他和任何人物和动物和天地万物 这个山河都可以互相交流感情 这样的话他如果有感情呢 他就以某种形式来祭祀他 由于当时科技发展的局限 对身边发生的许多自然现象 古人都无法做出解释 此时他们便将此定义为自然的力量 专家告诉我们 这因此形成了古人的一种信仰 也就是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比如说那雷风雨雷电 那是天上有神 然后为什么下雨都认为是天上的神力 比如洪水一发 那就是家园都没了 但是如果风调雨顺 那就是粮食丰产 所以呢就意识到对天地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 希望能够 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灾祸 希望得到天地和自然的眷顾 就会让我们下雨雷电 我们下雨雷电